日前爽文國中舉辦一年一度 北中寮四校策略聯盟藝文展 整合當地市所學校資源 克服失之不足的問題 全力把展陶藝彩繪 四足月 集民書體育等 學童精彩的演出 獲得滿腸喝彩 展現策略聯盟的成效 北中寮一年一度的四校策略聯盟 在有關於藝文表演活動 那麼下午是一個重頭大戲 就是跳槽市場的舉辦 那麼這個活動呢 已經有舉辦了將近16年了 那我們學校真的是在落實 九人一貫 我們國小國中一貫的一個活動 那麼上學期呢 是辦一個健康促進 四校的策略聯盟的活動 那麼下學期呢 我們在期末的時候再辦一場 我們北中寮爽文國中 爽文國小 清水國小 永和國小的四校的 藝文展演的活動 那麼也藉著我們爽文國中 所募集來的資源 我們四校聯合來共享 那麼透過這個藝文展演活動呢 希望我們國中小 能夠進一步的都拉在一起 那麼真正落實九人一貫 那麼在藝文方面 也可以看出我們各個學校 在藝文領域方面 每個學校都很用心地在推動藝術 人文表演這方面的一些活動 那麼從我們的活動當中 各校所展示出來的這些美術 作品或者是一些藝術平常日 所各校展示出來的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 北中寮四個學校都很落實 在藝術深耕這一塊 那麼藉著今天的活動 我們能夠一體把它呈現出來 主校初略聯盟就是說 讓大家學生都叫我來 在藝術高中 邀請到我們所有的家長都來參觀 看到他們的主力 這些學校 在藝術上受過的教育 可以稱呼籃 大家學生都非常有能力發揮 這都很好 為提升平常教育環境及學習動機 有爽文國中 爽文國小 永和國小及清水國小等四所學校 在久而一齋後 進行九年一貫課程策略聯盟 除了數學及語文教學領域上的合作 藝術領域則各自發展不同的才藝 展現學校的特色 並提供學生表現的舞台 建立自我的信心 這個活動已經進行了十幾年 對於這四個學校的學生來講 透過這樣的機會 將平常所學 在藝術方面的把它展演出來 對於學生提供一個舞台 讓他能夠更有自信 更能夠去把自己的專長給發揮出來 這對於小朋友來講是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小朋友平常在學校的話 學習一些才藝像扯鈴 直笛 直排輪 那現在我們還加入了一些偶戲 那小朋友呢 畢竟我們偏向小朋友比較沒有表演的舞台 那這個四校藝文展這個活動 剛好讓我們小朋友有這個機會 來展現他們平日學習的一個成果 有上台表演的話 有獲得掌聲的話 我想平常他就會比較積極的去學習 畢竟站在舞台上獲得大家的掌聲的話 對他們的一個學習自信心有相當大的幫助 四校策略聯盟實施已經有16年的時間 成效相當良好 廣受家長的支持 是一個解決地區教學資源 及失智不足的最佳方式 讓在地的孩子擁有一個值得信任 願意留下來9年的完整學習環境 我覺得這個活動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四校策略聯盟來講 是吸取了傳聞國中以及小學 他們之間在銜接課程的一個重要部分 那有學長姐們的一些表演演出 以及小學他們的用心活動來講 他們彼此可以切磋他們的才藝 那在才藝方面我覺得各個老師真的是都非常的用心 每個孩子都是非常的付出 而且除了課堂上的時間以外 還要私底下的去做這樣子的練習 我覺得是一個發揮團結跟向心力 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學習的環境 跟老師的失智們的用心真的很棒 藉由這種聯合活動可以讓小朋友 就可以見到其他學校或是其他大哥哥大姐姐 他們有在意從事哪些音樂活動 然後他們就其實他們很多小孩子就可以從此 從這邊這些活動可以得到一些 他們預宣的一些想法 說以後他想要做什麼 或是他想要去接觸哪些東西 這是我覺得這個 幾個學校的聯合活動 可以得到一個蠻好的一個效果 藉此活動 各校都能在許多意見上互相交流 獲得寶貴的經驗 互相學習不足的地方 也拉近各校之間的情誼 提升平常教育的環境 更落實九年一關的教育政策 由爽文國中來主辦這個活動 也拉近了四個學校的一些師生的一些情感 那麼我們的學生呢 因為國小畢業之後 幾乎百分之百都到爽文國中來 真正的落實了九年一關 那麼這個活動最主要的就是要讓我們孩子 從最基礎來扎根 那麼到國中來我們繼續來傳承 所以讓這個活動能夠花光花熱 現在九年國教一直到十二年國教 他要的是一個從小到大的一個學習的連貫性 那以我們學音樂來講的話 我們會希望說從國小 他們慢慢就有接觸到我們國中 就是七年級以後接觸的這個部分 然後從這些聯合活動裡面 就讓他們得到一些他們想要的一些憧憬 或是說他們預見說 他們以後可能會接觸到什麼活動 一、二、三、三 下午還有舉辦跳蚤市場活動 學生將平日學習成果換成點數 在這裡可以用點數換取喜歡的物品 承受學生們的喜愛 為學習的努力有一個肯定 也提高了學習的動機 跳蚤市場的話就 平常可以鼓勵一些同學、學生 可以比較認真一點 每次的跳蚤市場都有各式各樣的不同的東西 都是鼓勵小朋友他們在校的表現 四校針對榮譽制度、藝文特色及情教員運動等 各項議題取得共識 提出以各校藝文特色為主 各項主題活動聯合成果長為輔 架構了此項計畫 這樣的一個策略聯盟 能為學區學生創造更多學習的機會 為社區家長提供更多未來的願景 更為北中寮市校的發展 開啟更多影像希望的窗口 這16年來 這個策略聯盟 把我們四個學校緊緊的結合在一起 讓我們四個學校 因為北中寮剛好有四個學校 三個小學跟一所國中 讓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更加的緊密 不管是在教學上或者是活動上 因為像我們的運動會或者是藝文展 我們上學期就是運動會 下學期的話就是藝文展 那這兩個活動都讓我們四個學校的關係更加緊密 每個學校都是小學校 所以當資源整合起來的時候 對整個北中寮的資源確實是能夠讓資源能夠共享 讓整個北中寮的教育環境能夠更好 一緣調子又對於學生們的演出 可以說是詹喻有加 也期望未來能夠持續舉辦這項優良的活動 讓學生有一個發揮才能的舞台 替未來奠定良好的基礎 替平祥教育注入更多的新希望 北中寮這個爽文國中 我想在這邊來舉辦這個中寮 這個市校的一個九年一貫交易的策略聯盟的 一個教育成果展 看到說我們這個片鄉地區的一個學校 對於他們老師給學生充分的 發揮他們的專長 他們的創意 有很多的作品 我想可以說作品可圈可點 包括我們鄉國中的詩族夜團 也是文明我們台灣許多的角落 那他們除了說在我們自己的南投縣展出 那也有到外地到包括到雲林去做 那個遺地信念還有做一個交流 我想也因為這個雖然在偏鄉 可是老師們呢 從國中的老師也特別的用心 我們的王主任在他的帶領之下 我們這個樂團國樂團可以說 這十幾年來可以說把他們的知名度打得很響亮 那也給學生帶來很多的 這個在藝文氣息的上面 變下一個很好的基礎 市校策略聯盟舉辦16年 讓學生不再因為教育資源 及失智不足的情況下被冷漠 也讓學生願意留在北中寮繼續就讀 因為廖義賢期盼未來能夠持續 逃此方向前進 也希望相關教育單位能夠重視 偏向教育不足的問題 我們這個音樂 或是說 種種的方面 都在那裡表現 讓我們每一個學生 都有可以發揮 他們的表演的舞台 也會這樣 像我們這個 雙文高中 他這個 師族樂團這個 也非常出名 他才說表演得非常好 他今天有清水過小 在這個 他們 這個 拉前 和學生 國樂的方便 也都非常好 也才說 不論說獨論初 沒有啦 學者是說 什麼 行目 想對這個表演 都 真的有那個能力 去發揮他們的 創意 阿青有雙文高修 雙文高修 無論說 這個 才藝方面 大家學生 都可以說 做得非常好 經常改良 催俐 種種的 都非常好 今天在這裡 基盤 所有的家長的家 都 統治議堂 都可以說 標示說 我們北中堯 這裡有四個學校 大家同學一堂 在這裡 表演 所以說 拉前他們的距離 實在說 在這個 教育的 種種方面 都無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說 這些校長 大家都 真的 團結 真的合作 就是 從中堯的結果 就是說 這樣要繼續 一般 讓學生 都可以 發肥到他們 種種的 材料 和傳統 當然 我們 覺得大家都 非常認同 非常好 對著我們 這個 學生的教育 讓他們 可以 發肥到他們的 專才 和他們 可以 他們的 才藝 都可以在這裡表現出來 大家都覺得 很好 真的 運動 也有 那些 技衛 跟他們 表現 他們的 才藝 都覺得 真的好 教育是 平鄉學童 未來進入社會 與人競爭的基石 在各校老師 替教育犧牲奉獻之下 讓北中了的每個孩子 看見了新希望 啟發孩子 無限的可能性 相信未來孩子們的表現 會讓市長 引以為傲 更讓鄉親長輩們 引以為榮 期許他們繼續努力 讓更多人看見 迷雄中博君 專題採訪報導